宏都拉斯在新任总统卡斯楚上任后 就不断传出与我国邦宜可能生变 他在15号网络发文指出 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 宏都拉斯外交部长就表示 宏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因为经济需要 原本希望台湾将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金加倍 也想研究重新调整集欠台湾的6亿美元债务 但都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才想转向与中共建交关系 台湾有学者分析消息在蔡英文总统访美之前 赖清德宣布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后 警告一位农后 有报道指出我国在四个礼拜之前 就知道消息却没有作为 外交部澄清时时刻刻都在努力维持两国情谊 另外巴拉圭和台湾邦交也遥遥欲坠 巴拉圭总统大选四月展开 在演党候选人说 如果胜选会与台湾断交 转与中共建交 东升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